浙江的油画界 是我们全国重大题材创作的国家队 所以浙江油画院的成立 一定会引起全国的关注 那么这个展览呢 是油画院的第一届展览 这个展览当中呢 分了四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风景山水 江山流胜记我被赴灯灵 浙江有很多好山好水 我们今天来绘画它 有画不尽的诗意 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草木的绘画 草木记人心 第三部分 就是这一部分呢 是关于人物 人物绘画 在今天仍然是生理军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 这个凌栏满目 风格不同的艺术家们 他们都以自己的面貌 能够采写 凝练我们时代的面貌 我们人民的形象 第四部分呢 是这个多种材料的创作 所以这四个部分呢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 我们这家 中生代的艺术家们的 这个创作的面貌 阿们 咱们